民国时期以蒋宋孔臣为首的四大家族 牢牢地把握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大家族之间通过结拜、结亲等方式形成牢固的关系网 其中宋家就是纽带、宋家三姐妹 宋美玲嫁给了蒋介石 二姐宋庆玲嫁给了孙中山 而大姐宋爱玲嫁给了孔祥夕 说起来,孔祥夕也算是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姐夫 那么孔祥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能够得宋爱玲的亲爱 成为宋氏家族的成龙快婿呢 1908年,18岁的孔祥夕入学路和书院后 结识了同校且同为山西老乡的韩玉玲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二人互生情愫,最终结为夫妻 韩玉玲是无父无母的姑女 然而自信独立,仪太大方 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深深吸引着孔祥夕 二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相敬如宾 然而不幸的是 韩玉玲在与她结婚后的第三年就因定逝世了 遗憾的是二人并没有生养孩子 孔祥夕妻子的离世对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因此孤独落寞了好久 她的第二任妻子是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爱玲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 1904年5月 宋爱玲前往美国乔治亚洲魏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 成为了中国史上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女性 此外她在大学期间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是一个精明优雅的知识女性 大学毕业典礼结束后 宋爱玲通过父亲推荐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 其父安排她与孔祥夕相识 在父亲的吉利撮合下 在1914年9月 二人在日本横滨结婚 孔祥夕在宋家的宴会上 介绍自己是孔子的第75代孙 其先祖在万历年间迁徙到了山西 宋老爷子十分看重孔祥夕的这个身份 认为哪个家族如果能够与孔家联姻 对宋家将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当然 宋爱玲倒不是特别看重孔祥夕的出身 而是看重孔祥夕山西首富的身份 所以对孔祥夕印象特别好 山西自古救出商人 后来形成了四大商邦之一的晋商 相对于其他的商人 晋商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要经商 也要种地 不只是大商人 也是大地主 所以才有了地主老财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 晋商给人的感觉除了有文化的一面 也有土的一面 孔祥夕也深受晋商思想影响 虽然土了一点 但是宋爱玲权衡立地之后 还是选择嫁给孔祥夕 原因就是 孔祥夕从小就在商业环境中长大 拥有一身赚钱的本领 这是最大的优势 除此之外 孔祥夕拥有留学的背景 性格相对随和 比较听宋爱玲的话 虽然比她大几岁 也是可以接受的 婚后的宋爱玲 要陪孔祥夕回国 就把妹妹宋庆龄推荐给孙中山当秘书 成就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和婚姻 孔祥夕也就成了孙中山的莲金和大哥 1925年初 为解决国事北上的孙中山卧病惊中 孔祥夕随即左右护持吴建陈兮 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孔担任孙中山是桑处事务股长 尽心尽力料理桑市 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 接受欧柏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 并为民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中山剑事件 蒋介石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 5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 蒋介石等又提出整理党务案 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 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 7月广州国民政府实施北伐 作战顺利 北洋军节节败退 孔祥西看准时机 于同年东离美回国 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峰会委员 和广东省财政厅长监理后方财政事务 从此正式积身于国民党政界 在宁汉分裂期间 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 靠自己超强的游说能力和理财送礼能力 奔走于户 宁 玉 进各地 拉拢冯玉祥 严西山等支持蒋介石 孔祥西经商有眼光 但是真正让孔祥西成为四大家族之一 也跟宋爱玲有关系 可以说 孔宋两家结合 必然会创造一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家族财富 在有了宋爱玲的这层关系后 孔祥西就由一个单纯的商人逐渐从政 当的官还不是别的 长期担任财政部长 彻底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 在蒋介石和宋美玲的婚事上 孔和宋爱玲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 促成这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 蒋宋联姻便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西 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 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 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 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 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 并为家族增值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这也是孔祥西的大作之一 孔祥西奔走于宁、汉、户、玉、晋、玉各地 拉拢各方 苦心疏解 历时数月 极尽条户斡旋之力 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 呼吁宁和双方团结迎奖赴职 1928年1月 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为了筹达金凶孔祥西 在公司两方面所做的诸多贡献 蒋介石特委任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 既用选其为国府委员 从此 孔德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此后又相继出任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要职 通过高超的理财、敛财能力和手段 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提供了坚强的财政支持的同时 也为孔宋两大家族连取了巨额财富 918事变后 中国意识到与日本迟早会议场正面的大战 而日本早就有充足的准备 而我国无论从装备还是战争储备上都很差 要准备战争 武器准备不能少 但武器准备从哪买的问题 也是很费心的事 1937年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 当时南京方面派去了特使表示祝贺 这名特使就是孔祥熙 孔祥熙并不是单纯去给英王祝贺的 而且他是带着任务去欧洲的 此任务还是秘密任务 当孔祥熙庆祝完英王加冕礼后 他取到德国 秘密求见希特勒 目的就是购买军火武器 孔祥熙给希特勒带了很多礼 不仅给欧洲各国援手和药员 而且给希特勒政府也准备了 特别是给希特勒准备了礼物很精心 一侧科罗版精硬送画 一幅香绣和两盒珍贵茶叶 还有一对珠红漆雕花瓶 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礼物 孔祥熙到达德国后 按照最先商定的访问计划 孔祥熙先拜访德国纳粹党二号人物 时任德国空军部长的戈林 戈林速来老奸巨华 二战时 戈林认为德国与日本有共同战略利益 两国要在二战中互相利用 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原料供应地 并没有共同战略利益 因此戈林很侵蚀孔祥熙 让孔祥熙等候多时才得以求见 而且与孔祥熙见面后态度傲慢无礼 孔祥熙也不示弱 他向戈林列举了日本在中国种种错误行为 包括强占德国在中国势力范围 而且孔祥熙给戈林的感觉是你对我不感冒 我还不酿你呢 要求与希特勒见面直接谈 1937年6月13日 希特勒觉得孔祥熙不简单 就接见了孔祥熙 希特勒对他说 德国是工业国 而中国有丰富的矿产和农产品 两国可以加强经济往来 德国在远东没有政治和领土要求 只想发展贸易 希特勒既然这样说 孔祥熙认为有谈诚的可能性 这就是双方很愉快交流 孔祥熙提醒希特勒 他认为中国与德国是朋友 但应该警惕日版 经过孔祥熙的努力 国民政府从德国悄悄购买了不少先进武器设备 1937年7月 当时有7艘德国商船离开汉堡前往上海 这批商船运送的绝大多数是军用物资 于此时 还有三艘商船也准备启程运往中国 当时日本与德国有过约定 日本要求德国不要卖给中国武器准备 希特勒为了不让日本发现 要求在德国撤出 在中国军事顾问前 要把中国购买的武器运回国内 据统计 民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点M35钢盔 以及大量的步枪子弹 以及各式防空炮 另外 还向德国进口了少量的俯冲式轰炸机 亨克尔轰炸机 还有莱茵金属和克鲁伯的榴弹炮 反坦克炮 比如PAC-35-36-37毫米反坦克炮 还有部分装甲车辆和军用通讯器材 探照灯和发电机 海军在抗战前已经购置了5艘潜艇 1艘潜艇供应舰 11艘鱼雷艇 1艘鱼雷快艇母舰 以及大批鱼雷 据有关资料显示 孔祥西的军购从香港入关 再运到上海 不得不承认 德制武器的先进性能 极良好的表现 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洪主管国民政府财政达11年之久 对避制改革 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以及支撑抗战财政 有过一定的贡献 弹口以权谋私 贪污腐败 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 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 向孔祥西发难 揭发其在发行美金供债中 贪污舞弊 被蒋介石免去财政部长之职 此后也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 孔祥西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 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 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 孔付出无望 1947年秋 孔以接获宋爱玲在美并中的电报为由 匆匆离户去美国 1948年1月 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败台湾 曾聘孔祥西为资政 1962年孔赴台湾赞助 1966年宿急复发赴美治病 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孔祥西去世后 他的子孙后代开始散落于世界各地 据了解证实 现今的孔祥西家族后代只剩下一个子孙了 1967年 1967年 cede 管辞栏宋爱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